行政院长卓荣泰他接受了彭博社的专访 谈到了对于新核能技术 他的态度是保持开放的 也要求台电要留下核能的人才 那么因此彭博社就解读说 这是行政院对于开放核能最直接的一次表态 我们就问了 从过去郭志威部长放送说 我们可以考虑去菲律宾重绿电 到今天院长开放核能态度 统统都指向了台湾是真的缺电 绿能补不上反核也得转弯吗 是这样吗 好 今天要不要抱歉的观众朋友 卓荣泰院长现在行政院长 所以中华民国最高的行政首长就是他 所以他讲了什么话我们要好好解读 昨天我在报信文跟大家解读 他写的文章 他今天出来讲说对了 我就是想退让 可是你不要让我不退 下次下不为例的话 否则不然的话 倒戈也是万万不得已的做法 所以我们昨天解读卓荣泰的想法是对的 今天继续解读卓荣泰 他一连串对于核能到底怎么回事 先跟大家讲 先跟俊强哥报告 2025非核家园 我们已经提早达标了 提早 实际还没到吗 今天不是到2024吗 还没有到2025吗 今天已经是非核家园了 今天非核家园够不够 不是 好 那我们跟大家讲清楚 我不再吓你了 明年的5月17号 对 核三厂的2号机要除益 对 没错 今年的9月17号 核三厂1号机已经除益了 对不对 所以明年是不是核三厂就会 2025非核家园 这是根据我们环境基本法 第23厂里面来的吗 时间还没到吗 那今天2024啊 我要你来供应提早啊 因为你这个机组 虽然只用到明年 还是要税修 还是要大修 所以今天10月21号 对不对 10月21号开始 他就过了12点 全部归零 没有动了啊 核三厂的2号机也没用了 所以他基本上看节目 导播刚刚的画面 现在核三厂刚外面 今天发电就是零啊 所以现在中华民国 台湾台风金马 2300万人 2340万人 没有核电 提早达标啊 今天完全没核电啊 因为核三厂的2号机还能用 可是他要休41天 所以从现在开始 起算未来41天 全部都没有 那我之前在我们报信委 跟俊阳哥讨论过这个话题 我早就告诉你 那会怎么样 就是火力全开嘛 就是把燃煤跟燃太压器 全部烧下去嘛 所以观众朋友 一 非核家园 现在状况是这样 我以前考大学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 大学一考上 现在就趁工历两个月 还不用当兵 但是现在去看看 因为毕业以后 你要去当兵两年 对不对 现在也是一样 这41天让台湾感受一下 没有核能发电的生活 会是怎么样 那看起来不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 越来越凉了 用电也没有那么高了 还会安然度过这41天 就得到明年核能能退场 不然怎么啊 今年就吃过了 去年41天都没有核电 请问你有发现吗 没有 所以明年就会无缝皆会 进到这个非核家园 不用核电的2025年 你就对了 10月底的气温 你跟明年5月底来比 明年软就软了 所以你讲的是专业的嘛 明年的夏天的时候 那一定要烧更多的 这个火力发电 燃煤跟天然气嘛 那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看起来 会少掉这个核能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现在台电也跟大家讲 四个大致 供电无余 核三厂的二号机 要停机大修41天 而且是预估 说不定会早一点 或是再久一点 然后呢用无碳的再生能源 跟低碳的燃气 有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们 用燃气火力全开 这个叫烧火啊 然后跟再生人员来 撑过这段时间 好那问题就来了 原来我现在在讲 我们已经真的已经 今天你在看我们报新闻的时候 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电 飞核家园了 我们进到飞核家园了 但是我们进到飞核家园了 同时 行政院长又跟国际的 这个彭博社讲说 我们随时准备 再来使用核能 那到底人民要怎样啊 好那你想想看 上次我们在我们报新有讲过 去年10月3号 对 我有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我对于赖清德总统 跟卓龙泰院长 他们在讲的时候 我有听懂 去年的时候 赖清德总统参选就有讲 我的任内 是四年 四年之内不用核电 有没有 同时前那时候 去年就建议他了 然后呢 这个卓龙泰院长 这是彭博社最新的专访 我先跳一下好不好 观众朋友 我们先前后跳一下 这是最新的专访 10月 是 两个月前 将近两个半月前 8月1号的时候 这是日本的这个媒体 日经专访 他也讲 台湾原发活用 议论的可能性 什么意思 就是台湾 其实会讨论 是不是使用核能 时间是2030 时间是2030 8月1号 对 他说可能讨论核能 是2030 所以就是说 2030以后才有可能 那观众朋友 现在是这样 在接受彭博社专访 两个重点 叫做我们从来没有反对 核能 后面括号 新核能 第二个 现在目前台湾的核电 是不是要慢慢的结束了 可是结束以后会怎么样呢 他说他要求台电 要把这些核二核三的 这些工作人员 技术人通通留下来 居然个 不用核能了 再留下核能的工作人员 干什么 他就说以后未来 可能要用新核电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不要搞清楚 不要搞错了 这个总统台院长 赖清德总统的看法是 使用核能 但不是现在这种 核二核三 他都不要 核四他也不要 但是新核能可以考虑 而新核能 现在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共识 也许未来到了2030 那如果赖清德总统 能够顺利人认 就是第二任 所以基本上有一次 我跟大家讲 第一任这四年 看起来没有要用 可是未来不排除 但是你现在这样讲的话 那难道我们要 继续花这些预算 然后火力全开吗 那卓龙泰院长讲说 还是一样 要有全民的共识 而且未来不排除 使用新核能 可是很明显的 他跟彭博社 还有跟日本的 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 讲的并不是未来的 明年后年 跟赖清德总统 第一个四年 这段时间之内 不会使用核能 也不会再用核二 跟核三 好 我很难告诉我们 在这篇彭博的 专访文章当中 他也记录了 彭博社这个专访记者 个人的解读 他说这一次 是可以说历来 对于开放核能讨论 最赤裸直接的一次表态 而这个表态的背后 居然跟连日来的 共军军演有关 彭博社这个记者 他是很全面的 他从美国角度看 那他跟他专访第一次 他就说我对民进党 因为他的了解 是民进党是反核的 可是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居然讲说 我们保留使用核能的可能性 而且还要保留核能的专业人员 台电就去聘用他们 那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有要用 可是你要知道 他没有注意到 其实八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这样讲了 那当然他的解读是 是不是这一次的军演 让大家觉得说 那LNG被封锁以后怎么办 可是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 既然是2030 而且是新核能 目前也没有建盖 也没有要重启核2核3的可能 那要不然就是核2核3 既做人坐着 留着 但是嘴巴刷到新核能 真的被海峡封锁以后 直接核能启动 可是他还需要燃料棒 没有燃料棒 他没办法用 所以这个解读 就是说 我知道台湾很多的媒体 都在解读说 他要用核能 只不好讲而已 可是在我的角度看起来 确实要用核能 也不排除 可是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要到五六年以后的2030 才有可能 现在的核2核3核4 都不是民进党政府 他可能使用的发电方式 原知怎么会这么样的巧 这么样一模一样 8月日经新闻专访院长 他记者的解读也是说 你开放可以讨论核能 甚至可以使用核能 结果现在的10月 彭博社也做出同样的推论 怎么你直直的讲 人家都往你要开放核能去想 也写出了这样的文章 下了这样的标题 你都事后再来说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他并没有要开放核能 但是因为他现在受到很大的压力 谁的压力呢 比如说美商的压力 美国商会就告诉他一定要用核能 另外就是国内企业压力 因为大家都对于用电需求 产生很大的担忧 就会觉得说 未来如果AI产业 半导体产业用电量大增化 那以我们现在的能源配比 你根本就不足以支撑的用电 所以他就要告诉你说 我没有那么的意识形态 以前是意识形态 一定要配合 我现在没有意识形态 我现在采取开放的态度 就说未来有新的核能 我也可以采用 可是问题是 里面很多细节 他都没有回答你 第一个是 比如说他所谓的新核能 请问一下什么叫新核能 我今天早上看他回答 他没有讲 什么是新核能 不知道 第二个 他讲一个非常空的东西 他说未来台湾的社会 只要对核废料能够接受 或者是有处置方式的话 我们就来启用核能 他讲的好像他是 他是那个路边的阿伯 在树下谈事情 好像路人甲 不是 你是行政院长 你是行政院长 你就有责任要去处理核废料 而且你要去告诉我们的民众说 大家对于核废料是过度恐慌 因为核废料 他就一点点 他现在目前是在核电厂里面 可是民进党把核废料讲得洪水猛兽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开始反核 那假设你今天行政院转弯了 你希望未来采用新核能 你要告诉人家说核废料 你要怎么处理 而且事实上 我们政府是有一个 处理核废料的机制 他有一个计划 是说 比如说好像2025年 本来是说要找到 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 可是我之前我在立法院 问那个原能会 现在叫做核能会 我问他说 到底你现在进度怎么样 他们直接告诉我说 现在就是没进度 因为找不到 就两手一摊 你过去非二加元 你是意识形态 你两手一摊 现在院长如果转弯 说要采用新核能 一样有核废料问题 那你就要告诉我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你不能把自己讲成路人甲 好像那个事情会自然解决 你是行政院长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他说他们要采用新核能 是顺应时代潮流 我想这应该就是很多国际的人 给他压力 他才会说顺应时代潮流 那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用核电了 为什么你还要等到未来 你现在就可以用核电 所以我认为 卓宏泰他现在就是迫于压力 讲的 但是目前来讲都是空话 好刚开始 伟翰告诉大家 核三的二号机 今天进入了税修 所以非核家园提前到来 你现在感受到的 非核家园的状况跟情境 会是明年五月真正时候到来吗 我形容的是核电没有了 然后开始火力全开 然后你就逼着大家 用废发电吗 对 俊强哥就只能用废发电 但是问题是 你用用废发电 大家会觉得很刺激 我刚刚用火力发电 好不好 就是说不要管是不是废 但是火力分两种 燃煤跟燃天燃气 那观众朋友你看 现在目前全球的火力发电厂 最大的有燃煤的 这个巨瘦的发电厂 台中的这一个火力发电厂 还排在第四名 那我负责告诉大家 曾经是全世界第一大 就在刚刚建立之后的五年左右的时候 台中火力发电厂 全是最大的燃煤发电厂 所以也排空污 也排碳 那现在已经过那么多年了 还是第四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都已经在开始 更换机组了 原本是十个机组 现在要怎么样 换城市 以气换煤 以后都是火力 但是呢 以前是燃煤 对不对 所以之前 吴俊兄还有讲说 有关生煤管制 我不要那么多煤 不要烧 我不要火力全开 因为台中的电已经够用了 所以中电北送 南电北送 台北本来也是有电的 可是为什么台北需要中电北送 南电北送 为什么 俊兄 因为核四盖不出来啊 哪一行 就是核四原本有的电 对 它没了嘛 没了以后你就知道 所以现在才要用大潭火力发电厂 是 桃源的 对 也都是火力 那是天然气 对 那都是火力 那是天然气 那台中 因为燃煤 大家知道燃煤造污染更多嘛 所以现在经济部开始要有没有 中火的煤改气计划 要把它改成是燃气 对 那基本上 这个基本上是 应该是支持的方向 不然怎么办 因为都不用核能 只能够燃 那燃的话 燃气总比燃煤 但是它比较贵 观众朋友来 我跟大家讲 两个点 第一个它比较贵 对 第二个它的来源 LNG船 要是天气不好 或者是中共风暑 那就麻烦了 第二个 那煤改气 有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一题呢 煤改气的计划 一般在国际上来讲 如果把一个燃煤火力发电厂 改成燃气的话呢 是增加一个 那个天然气发电厂 要拆掉两个燃煤 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比较好啊 再讲一次 增加一个天然气的 火力发电厂 你要拆掉两个燃煤基础 所以台中的中央应该讲说 那你这样把它拆掉以后 你要盖一个天然气发电厂 那你要把我两个燃煤基础 拆开才对 经济部说是办不到 因为我们需要火力发电 好那卢锡在讲说 那至少要拆一减一嘛 对 对你今天增一减一的 就拆就减一加一就对了 你要加一个天然气发电厂 你要至少拆掉个燃煤啊 好那现在好答应了 可是问题是答应是答应 但是真正完成 把所有燃煤电厂都排除 换成天然气的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2035年 这么久 还要十年之后 本来表定什么时候 还要十一年啊 对啊 我们现在在2024年啊 对 所以你就知道了 当这样子还要拖个十一六年才会 完全变成天然气的时候 来再看这张图 我们台中的火力发展 是全世界五大的燃煤 这个火力发展厂会排碳 而且会有空污的问题 你就没办法解决 所以台中市现在讲 我们不但排碳 而且还燃煤 然后你要换天然气 我们也同意 可是你没办法这个 真一拆二 真一拆一 那就是说来不及 不行 你要共存燃煤跟天然气 一直到2035年 除了中国要煤改气之外 他各地也要盖天然气的发电厂 但问题是 就像个 现在台湾的各地的这个公民浴室抬头 你要来盖锄电站 你要来盖光电厂 你要这个天然气 为干嘛的 大家都不同意 所以你要知道这么多 能源署所公布的这电力资源 到处要盖天然气的火力发电厂 我先不要讲他盖的不顺利 我就讲全部盖完以后 表示台湾的火力发电占多少 燃煤加天然气 百分之八十以上 等到绿能20的时候 他就八十 绿能不到20 他就八十 八十五 八十七或更多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就两个 现在很多地方 像这个九源火力发电厂 他就是要盖天然气发电厂 你看 来 画面就来了 到处有人抗议 对不对 坚持拒绝 我们就不要 这是天然气 这还不是燃煤 天然气发电厂 居民都要做反对 那你要怎么办 像NVIDIA 灰达 他今天要去哪里设厂 他会考虑什么 他考虑有电啊 那你就看 他在日本也有要设厂 对 他在日本在设厂的时候 他要考虑说 我要在日本的核电厂的周边 好 观众朋友 就讲到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发生了福岛核灾以后 他们曾经有两年时间 完全不用核电 我们现在也进入了嘛 对不对 可是两年以后 他们撑不住了 因为买天然气的成本太高 所以最后决定把核电厂 一个一个给开回来 所以连达去日本设厂 都会去选日本的核电厂附近 台湾完全没有核电状况的时候 其实未来 无核的台湾 在经济发展上面 其实可能会有很严峻的考验 好 雨萱你怎么看 原来从今天开始 已经进驻了非核家园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火力全开啊 也没有真的非核家园啊 我们现在就是叫乌烟瘴气 不是非核家园 你自己想想看啊 因为台中 我待过一段期间啊 特别是海线啊 这四根大烟囱 每次只要火力全开 人知道一片真的是雾芒芒 非常空污非常严重 很多人都误会一件事情说 现在不是换蓝气吗 民进党跟我们讲说 蓝气很健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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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气跟蓝美 唯一的差别在于 它的污染源不同 蓝气的PM2.5 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想想看 如果只有10% 10% 20% 那无所谓 如果今天火力全开是50% 60% 那就很可怕了 那状况就截然不同了嘛 手当其冲 因为你要知道的是哦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中火这个发电厂 它是占全世界 我们讲8000多间 它的污染 或者说我们讲的 它的蓝气 它的排放量 是世界第一名 第一名的哦 那这时候又出现第二个谎言了 这个第二个谎言是什么 第一个谎言是跟你讲说 蓝气比蓝煤更干净嘛 第二个谎言就是说 蓝气 我们讲的 增加是为了要 汰换掉蓝煤机组 骗人 因为现在中国 我已经看太多了 好几年来都是这样 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增加蓝气机组啊 是为了要把蓝煤机组 淘汰掉啊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在野党 过地方的民代 阻挡这个蓝气机组 它就是要让蓝煤继续燃烧 它要污染骗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增加蓝气只有一个理由 发电量不足 也就是我增加蓝气机组之后 蓝煤也不退 蓝煤根本不会退 而且蓝煤它会用一个名称 他们会用备用的方式 你懂吗 他就说对对对 我们线上把它下架了嘛 但等到确定的时候 你知道它会又干嘛 随时复活 火力全开 对 因为你如果要到 就要直接把它拆了 你直接把你的蓝煤机组 直接给拆掉嘛 那做不到 所以才把歪脑筋 动到菲律宾去 但你想想看 我最后只讲一句话 菲律宾能补足10%的 绿能发电量吗 天方夜谭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